大家平安 感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圣道 感恩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 Christmas night 在Civic Hall 我们感恩可以和很多 很多基督徒 还有非基督徒 还有不同种族人 一起来分享神的爱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 约翰二书 有一个主题叫做 在真理中相爱 我们看见约翰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如果有 比起炮躁的人呢 这是很大的盼望 人家称他为雷子 甚至想要把火 从天降下来烧死人 但是后来却成为 一个爱的使徒 在晚年的时候更高举 要彼此相爱 他们有记载说 如果你要请约翰去教会讲道 他只会讲四个字 彼此相爱 他很老了 但是这个爱呢 要住在 要在真理里面 如果不在真理里面 就不是从神来的爱 他可以是世界所说的爱 世界给爱的定义 有很多种 千百种 各花各种 你爱 烂爱 不解释的爱 苛刻的爱 有条件的爱 所以个人会按自己喜好 来定义爱 所以说到彼此相爱的时候 这个爱要在哪里呢 在真理里面 约翰二书是写给一位姐妹的信 也是圣经中 唯一写给姐妹的信 有人说这位姐妹 预表着教会 是写给教会的一封信 但是我更相信 它是写给教会当中 一位姐妹的信 因为在约翰三书 是写给一位弟兄的信 而且在这里的 她是一个单书 对 为什么要写给弟兄的信呢 要写给姐妹的信呢 你写信给弟兄会怎样 写信给姐妹会怎样 谁写给弟兄可能是一行字 那谁给姐妹可能就很多的 可以描述的 神造男造女很不一样 姐妹感情比较丰富 弟兄比较理性思考 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要在这两者当中 要平衡 所以对姐妹的欠高呢 就是要爱 要在真理中 不要太感情用事 对弟兄的欠高呢 在真理中 在真理中 有爱 不要太理性思考 而没有感觉 虽然是写给姐妹的一封信 但是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 也有我们所有人 很多的劝见 把它今天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有真理有爱 第二段是四到六节 有真理没有爱 第三段是七到十一节 有爱没真理 第四段是十二到十三节 有爱有延续 我们来看第一段 有真理有爱 第一节他这么说 做长老的写信 给蒙俭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 真理之人所爱的 这封信是有一位长老 就是约翰 写给一位太太的信 和他儿女的信 他说 是我诚心所爱的 因为是 这个诚心就是 真理 所以在翻译里面 就是说 我在真理所爱的 然后在后面经文 就说 一切真理的人 所爱的 所以约翰这封信的主题 就出来了 就是真理和爱的关系 这位太太是 约翰和一切知道 真理的人 所爱的一位姐妹 因为她说第二节 爱你们是为 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 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 与我们同在 意思就是说 爱是因为 真理的缘故 所以在真理 我们要爱 如果真理 教我们爱 对 这个就是一个 意志上的决定 不是一个 情感上的决定 不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人很可爱 所以我去爱 或者是这个人 我很讨厌 我很难爱 所以我不爱 他说 因为真理的缘故 我爱 所以在真理当中 有爱的其中 一个基要条件 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 而不是感觉上的决定 无论感觉如何 我选择爱 这给我们 在神的爱里面 给我们很重要的定义 因为在世界的爱 是凭感觉 凭很多的条件 所以我可以去爱 第二呢 在爱 在真理当中 有真理 有爱 这个爱 必须是双方面的 是互相的 不是单方面的 耶稣是先爱门徒 如果门徒不回应 这个爱 这个爱是和他们 有关系的 所以耶稣先爱我们 但如果我们 不回应这个爱 这个爱的关系 就不成立了 所以真理的爱 是有回应的 是双向的 是彼此尊重 彼此尊容的 彼此成全 并且愿意 成全你 成为更好的你 是个舍弃的爱 但是我们现在的 爱的定义 是属地 还有属世界的爱 是知识的 是满足自己的 只是想到 我自己要的 我没有想到 想要付出的 是互相比较的 谁付出的比较多 你付出的比较少 是互相拆贵的 你没有为我做这个 是互相指责的 你做得不够 这个变相的爱 就是世界的爱 我们的爱 是真理的爱 还是世界的爱 所以真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 回到去思考 我们现在的爱 是在真理当中 还是在世界当中 我们有在真理里面的爱吗 是一个意志决定 不是好再坏 坏就不爱 是一个双方 双相的一个的关系 是个尊荣的彼此成全 而不是一个分高低的爱 或是互相比较的爱 你没有爱我 你没有先来关心我 你看你没有为我做这个 你有看到吗 都是为我 今天在真理的爱 要从我到你 你好吗 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可以从利我到利他 所以要说第三节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藏于我们同在 所以如果我们的爱 常常在竞争 在比较 谁付出多 谁付出少 或是很多的 差异的时候 我们不在这个爱里面 我们在真理当中 在成长 在爱里面 也要一起地成长 我们必须在 耶稣基督里 真理和爱 心必藏于我们同在 接下来我们看 有真理 没有爱 请大家 听我用百话 读出 第四第五节 我看到你的女儿 儿女 哇 有照我们天父 所丰富的命令 尊情真理 我真的很开心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要 我们大家要 彼此相爱 这不是我写给你 一条新的命令 那是我从 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如果照着 她命令行 这个就是爱了 你们听到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 这位太太的儿女 叫儿女 教得很好 哇 有尊行 真理而行 是让约翰 非常开心的 我觉得 遵守真理的 孩子们 都是让 人开心的 但是他讲完 这个过后呢 约翰就跟他说 就劝这个太太 太太我劝你 要彼此相爱 什么意思呢 很可能 这个太太 有真理 但是没有爱 有没有可能发生 就是有真理 没有爱呢 有的 很多基督徒认为 有真理 就是爱了 我再说一次 他们觉得 有真理 就是爱了 他们可以 行在真理当中 但是却对人 没有怜悯的心 当有真理 没有爱的时候 就会成为律法 可能这个太太 我讲可能而已 这个太太每天 要求她的儿女 读圣经十章 可能这个太太 要求她的儿女 读圣经十章 可能这个太太 要求她的儿女 读圣经十章 可能这个太太 要求她的儿女 读圣经十章 可能她觉得 这是她对家人的爱 应爱之名 对 他们要求他们 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要做这些 你做到这个 很值得 这样想 我很喜悦你 你没有做到这个 我很生气你 你知道很多人 可能会落入 这样的光景里面 有真理 没有爱 也可能这个太太 很爱服侍教会 往常往教会跑 家里的老公啊 孩子啊 没有饭吃 饿肚子 所以太太训练 她的儿女 煮饭 哇 嚼得很好 她会觉得 她很爱神 但是却 忽略家人的需要 对家人的要求 可能是苛刻的 对他们 失去的是 同理的 这个也是有真理 但没有爱 这边有很多 牧者的孩子 有些还在跟随神 非常为他们开心 有些已经没有来教会了 很多牧者可能 以为行在真理当中呢 就是爱 不要误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可能觉得 爱神 忙服侍 也是以为 她是爱家庭的 他们没有不爱家庭的 但是却 忽略了家庭 有一个牧者的孩子呢 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常常 要在外面服侍 就留下 他一个人在家 这个孩子 成长的背景 成长的过程呢 就是每天 面对四封墙 因为服侍的原因 爸爸妈妈 需要被调派到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区域 教会里面去服侍 在那里住上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然后过了一段日子 又被调派到 另外一个城市 你知道孩子 他一定要跟父母搬迁 在这间小学 上了一两年课 但是很多朋友 有BFF 还有B什么F 什么 对 your best friend forever best female friend best male friend OK 所以 they have their best friend forever best female friend 但是过了几年 过后 就要离开他们 然后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学校 新的同学 要重新地再去 建立 适应 还有认识 一人是 熟络了过后 又要离开 你要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他会不想再建立关系 也可能会造成他们 社交的障碍 也可能很难有 身交 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虽然 有真理 但也可能很 也有可能 没有爱的我 所以我们会不会掉入 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呢 另外这个太太 对服事 是很爱的 但很可惜 她的爱 放错了地方 放错了人 这个太太 很喜欢接待传道人 对服事的人 她常常接待 他们回到 她自己家里面去 也把他们 隐居教会 来一起去服事 对于初代教会呢 当时的旅馆 很少 当时的旅馆 的名声也很差 很多都是妓院 或是办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服事者呢 去旅游服事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在 当地的 净土当中的 家里面被接待 所以净土当中 要彼此相爱 但是也是会有人 会被人滥用 甚至被异端利用 这个就是 我第三段 就是有爱 没真理 约翰书到第七节 因为这事实上 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这些迷惑人的 就是假教师 OK 约翰有说 这些假教师 有什么特质 第一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那就是 他们迷惑 敌基督的 因为诺斯底派 物质跟灵是分开 他觉得耶稣 是神的灵来到他身上 所以当耶稣死过后 神的灵离开他 他们把人性和神性 是完全的分割 所以他是否定 耶稣的人性 还有神性 所以无论 任何一个人 或是教导 是否定 基督的完全 人性 或是完全神性 都是异端 今天有一些人表面上 他们不否定 耶稣是道成肉身 只是强调 基督是良善的 是很有爱的 圣人来的 这是否定他的神性 所以你会听到人说 耶稣是好的 他教导是很好的 凡是教导人 向上的 都是好的 这就是莫上神的神性 另外一个莫上 耶稣的神性 就是否决 所有的全能 否决 所有的神迹奇事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很多神迹奇事 实力复活 我们不明白 你知道吗 我们人呢 就很喜欢 把神性 降低到我们 人能够理解的程度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人 是非常有限 我们把不能够 解析的人生状况 就用我们这个脑袋 来去诠释它 所以我们就把神 具现在我们的经验 还有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把神局限在 这看得见的世界里面 我们把神限制在这个 受造的律法里面 我们能知道神是超越 时间超越 空间超越 物质界的 所以这个是把神性 放在人的领域里面的时候 这个就是迷惑人的事 这是次等神学 理性化 逻辑化 去神性的哲学里面 所以说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来要得到满足的赏识 你知道当我们进入 一个次等神学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 那个满足的赏识 因为我们得到 那个局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的那部分 神给我们是超复 这自然界的 而且是可以运行在 超自然的大能的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 我爸爸因为长眼吸烟 导致他肺衰血 肺功能只剩30% 神的话告诉我 神是一致的神 神是个新神 我完全相信神会 依赐我爸爸 我为我爸爸 今时祷告四十天 只喝牛汁 但神没有依赐我爸爸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 这是我确实的经历 这是我的感觉 这是我的结果 我这个经历 主观和客观的 都在告诉我 神迹不会再发生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 神是行神迹的神 在这里 我有一个选择 我把神的标准 拉到折扣 到我可以 我的主观 还有客观的经历里面 从此我告诉人 神不再行神迹了 还是 我把我信心 继续提升到 神的话的里面 我选择相信神 相信神的人性 还有神性 神有祂 他有祂主权 生命的主权 世界的主权 一切主权都在神里面 我爸爸虽然没有得医治 但是他去到最好的地方 我们人不能够理解的 这是神的主权 还有祂的智慧 所以假教师来呢 他会否定 耶稣基督的人性 还有神性 假教师另外一个特质呢 就是他们有基督的教训 但是越过基督的教训 然后不长守着 越过是什么意思呢 讲多 偏离的 他transgression 就是cross the line 有什么是越过基督教训的呢 刚才我们有说 耶稣有另外一个妈妈 圣经没有说 对 刚才我们同工分享 圣经没有说 这个是越过了 圣经没有说 耶稣第二次是几时来 我们就不要越过基督教训 说祂几时来 所以任何人告诉你 基督几时来 不要信 圣经说 被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神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要告据你自己 自我中心 让神来跟从我们的行义 这是不要相信 圣经没有说 同性婚姻 圣经中的婚姻是 一夫一妻 所以有人告诉你 甚至有牧者会告诉你 男人可以跟男人结婚 女人可以跟女人结婚 这是越过了 有人告诉你 可以一夫多妻 或者一妻多夫 这是越过了 有些异端真是 可以这样子的 有人告诉你 圣经 除了这圣经 还有另外一本圣经 这是越过了 我们如何知道 这个人讲的是越过了呢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里在哪里 只要我们才知道 那条线是什么 所以越安欠姐 这个太太 会有这样的人 越过基督的教训 然后又不熟了 这种人 不要借她到你家里去 如果有人到你那里 不是传这教训 不要借她到家里 也不要问她的安 第十节 第十一节 因为问她的安 就与她的恶上有份 可以有爱的接待 传到人 但是不能没有真理的 守住 那个的 限制在哪里 因为这会破坏神的肢体 还有破坏教会 刚才们在同工分享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 假教师 不是来到你家 是在网上 对 是你自己去找我来的 然后你觉得 哇 这个人讲得很好 你把它 share出去 把它请去别人的家 很有爱心 把这个 share出去 这个就是 有爱 没有真理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有爱 也要有真理 最后 有爱 有延续 第十二节 我还有很多事 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 用纸墨 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讨论 是你们的喜乐满足 约翰最后和这群人 太太说 我有很多事 要写给你 这个代表 约翰的爱 是一个 一直是延续的 它不只是 在这一封信 然后就终止了 那是心里面 还有很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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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你说 而且约翰不想 用纸 还有墨 写出来 还想当面的讨论 使他们喜乐满足 我个人觉得 一个人常常愿意 和人 用话语来去交流的人 真的是一个 爱的表现来的 因为生命当中 有继续的交流 对前面 不要满足在 止末的交流 我们现在没有 止末了 不要满足 短讯的交流 不要满足 社交网络的交流 我们需要和人 面对面交流 这疫情三年 多里面了 学防三年 都在线上学习 真的少了 面对面的交流 有时候 真的有一些东西 流不出去 因为在人的 学习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过程 叫做 watch and learn 就是人必须 透过观察 看见 交流 然后以致改变 心思 然后做出来 得到 看见结果 以致于价值观 再回来 这边 得以改变 然后生命 得以突破 但是我们 如果没有这一环 只是在 止末的交流 真的是 是有缺陷的 很多生命的恩高 很多生命的特质 还有那个的影响力 真的是出不去 所以学校明年就决定 每一天 都来实体上课 因为疫情关系 过去了 所以 逼不得已 我们必须在 网上上课 所以弟兄姐妹 常常选择 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爱是 不断地延伸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一起来 回应我们神 让我们敬拜祂 让我们敬拜祂 好 弟兄姐妹 我们都从位置上站起来 我们就透过这一首的诗歌 我们来回应神 对我们的爱 so let us respond to the love of God with this song 亲爱的 宝贵耶稣 你爱和的 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 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亲爱你 宝贵耶稣 你爱和等 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 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亲爱你 亲爱的 宝贵耶稣 宝贵耶稣 你爱和等 地甘甜 我的心 我的心深深 被你吸引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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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喜乐 爱你 爱你 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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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一生爱你 一生奉献 我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师大发天赋着门 要一生的来爱你 主 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 我们要在你的真理里面 我们也要真实地活在你的爱中 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感谢神 奉耶稣的名 弟兄姐妹 今天老约翰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每一个人 原来一个牧羊的心肠 一个爱的心肠我们可以看见 今天 约翰他看见 在我们的当中 其实有爱 但是没有真理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今天 今天我感觉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做一个很大属灵的大扫除 并且要在我们当中设立一个保护墙 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儿女 在第七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圣来的 就是那迷惑人抵基督的 所以你们要小心 所以你们要小心 好不好 弟兄姐妹同工们 记得我们可以花一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向神来认罪 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意或者无意中 我们接待了这些迷惑人的教导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进入我们的家中 进入了我们的小组 可能是从网上来的 可能是从一些的电影 甚至来自一些的教会 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的来到神面前 为着我们属灵的麻木 或者是我们不警醒 我们向神来祷告 我们向神来认罪 我们一起来开口 这个时候我们往天振了我们的羞灵 我们也感谢感谢神 帮助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爱福 我们的爱福 我们永远的责任 我们人永远的责任 我们能永远的状况 让我们真的把这些的家的教组 在这个地基督的看 带到我们的教组 中微还无法 我们 Else 我们干净 是的 报天父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要回到你的真理里面 今天你提醒我们 这个迷惑人的 敌基督的这些的教导 不断地在侵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群体 主 我们来到神里的面前 可能我们在有意无意间 我们接待了这样子的教导 或者出于好奇 我们去追寻这些的教导 主 我们恳求你来饶恕我们 求耶稣的宝血再次地洗净我们 因为我们不要在这个恶行中有份 主 我们求你 赐给我们有一个爱真理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维护真理的时候 真理就起来维护我们 也维护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下一代 不进入这个迷惑里面 主 我们感谢你 设立这个保护墙在我们的周围 你建立这个保护墙 远离这些的假教导和迷惑的事 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的 今天老约翰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爱和真理的里面 在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 当我们在真理和爱里面呢 神也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三节这里说 在真理和爱情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今天圣灵有一个感动 在我的心里面 其实有一大群人 还没有在神的爱和真理里面 他们没有来到实体的教会生活 甚至他们没有在小组里面的生活 那怎么可以在爱和真理的生活里面呢 今天神也给我们一个祈求的灵 我们要为这一班的人来祷告 好吧我们两个两个人来祷告 我们可以提名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心思一念 我们知道有谁 他们已经流逝了 甚至他们离开了教会 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在小组里面生活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要我们为他们来祷告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也要与他们同在 Amen 我们一起来 开口为他们祷告 神与我们同在 祿祷在这里平时的你的爱 祿祷也要平时的爱 祿祷也要平时的爱 祿祷他们可以去看 平时的爱 祿祷在这里 在家里的生活 就是在心中的心里面 祿祷要 祿祷在这里 我们可以提的 你一个人的名字 祿祷他们要回到你的家 回到你的家 在祿祷很能爱 祿祷 祿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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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入 早上 不知道 一起去 你 跟 祈祷 祈祷 祷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祷我们感谢祢 祢爱我们 祷透过约翰来告诉我们 爱和真理是神祢给我们的 祷我们为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还没有回家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啊愿恩惠年名 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领导他们 主啊让他们认识真理 Lord so that they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并且领受神祢的爱 and to receive your love Lord 就是透过教会的生活 and through their life in the church 还有小组彼此相爱的生活 and also loving each other in a cell group 在爱和真理里面不断地成长 so they can continue growing in truth and in love 神你就必与我们永远同在 and God you will be with us forever 祝福我们所刚才有声无声提名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的时候你垂听 Lord may you listen to our prayers whether or not the names are being mentioned 我们弟兄姐妹要回家 Lord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所有弟兄姐妹要回家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hall return home 在你的爱和真理里面 不断地生活在一起 so we continue to live together in your truth and in your love 谢谢你耶稣 Thank you Jesus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是的我们过了疫情 又有新的一个生活模式 现在我们去见人 我们戴口罩 但是我们还是见人 我们很多东西又有不同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里是当时约翰所面对的困难 因为他们面对假教师 所以让他们的约翰所建立的教会 产生了很多的分裂 而且在当时很多伴教 就是那个伴教的风气 就在教会里面蔓延 所以我们一直讲了 有诺斯底主义 他过分强调 耶稣属灵的那一个本质 等于说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 神是看不见 是不死的 是通晓万事 是无形的 所以有形的东西 是低档的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 就是好像这个灵 可以脱离这个身体 身体犯罪 不会影响我的灵人 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不是道成肉身 就算他有这个身体 因为身体是低劣的 是犯罪的 所以就算有这个身体 他也是超越的 所以把整个真理扭去了 所以为什么约翰 在约翰一书一开始 他就说 他说我是亲眼看到耶稣 听到耶稣 摸到耶稣的 而且他说 他博以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相交 相有爱 神爱我 我爱神 我跟神有个互动 这个爱不停止 我跟神 还有我跟人 彼此相爱 所以读到约翰 读到这里呢 你就看他说 我们爱神 但是我们也爱身边的人 可是当时这一般 诺斯底主义的人 进到教会 哇就在搅动 就好像有人 在我们当中 参加我们的聚会 参加我们的小组 但是是放外面的东西 然后影响我们的小组员 是跟他 跟他的想法 还有跟着他看的东西 根本不听 我们的承导 我们的教导 也不讲我们所讲 所以这样子 主掌是这样 这样就会分裂 所以我们是要处理的 不然的话 就好像 这一个约翰说呢 他的工作什么 被拆毁 所以第八节 他说 你们要小心 主动命令词 不要失去 你们所做的工 就是说 不要失去 我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 赏赐 然后第十一节 他就说 不要借到 不要借他到家 就是这种假教师 不要借到你的家 也不要 有人提醒你 你还是跟他 非常亲密 走在一起 一起吃和玩乐 原来因为你问他的安 就在他的恶上 就是恶毒的事上 有份了 张牧师有提醒我 有一些人 我们不能再跟他连接 我也听我爸爸的话 其实就算我知道 他们跟我们 可能有关系的 我也觉得 他有一些东西的人 也不错 可是因为他说 有一些东西 有危险 他会叫我停止 为了教会 为了弟兄姐妹 为了长远 我们要走下去 我会听张牧师的话 我不会跟他们 有连接 因为我知道 我要保护的是 整体的教会 因为我们要在 真的真理 还有这一个 家庭的DNA里面 往前走 不然的话 我们各讲各话 那我们怎么合一 其不是拆毁了 我们十多年建立 GA610良堂吗 其不是拆毁了 611的生命书吗 其不是拆毁了 我们整个灵良堂的家庭吗 假使是这样 我们说 请便 只要你不来 搞我们的人 你也不听我 对吧 所以主掌们 牧养的童工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在真理 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要往前行的 假使你发现 真的有危险 你是要告诉我们 或者 你真的要处理它 特别是主掌 我信任你 我把羊交给你 我们就是 一起走在 这个大家庭 我们把他们 带到 神的家中 建立他们的生命 传讲耶稣基督 帮他们 经历 真的生命树 不要在那里 搞很多的 小动作 所以你有全名说 听着 我们不跟这些人连接 你甚至告诉你 小主缘不要 因为 我们要在 这样的一个 神的家中 我们要 爱神 爱人 彼此相爱 在一个安全里面 我们一起被证 合一很重要 同心很重要 在真理里面 成长很重要 阿们 耶稣我为着 全体弟兄姐妹 叫在你手中 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的 心事意念 所有黑暗的 全是在 我们的教会 还没有来到 就要掉落 很多 似是而非的 事情 在你的面前 要被 除掉 所以让弟兄姐妹 有根基站起来 不容易受影响 而且能够披持相爱 一直往前行 他们爱神 他们爱他身边的人 带他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得着神的奴养 得着我们的奴养 主啊 谢谢你 我把每一个人 交在你手中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我们今天成岛就到这里 we will end our money devotion here to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